如果没有6月24日那勇敢的一月,17岁的欣思瑞,这位刚经历了高考的东营狱中的高三学生,可能会和其他同学一样,无忧无虑地过完高中最后一个暑假,正是因为那鼓起勇气的一月,让她成为了东营市大街小巷一轮的焦点,网友称她为最美女孩。 这是一组6月24日当天,东营市一位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照片,根据先后顺序,可以看到一位白衣女生在水中向一位落水者游去,在慢慢接近落水者之后,这位白衣女生拽住落水者的胳膊,奋力向岸边游,此时离岸较近的穿蓝色短裤男子站在水中,和岸上另外两名女子手腕手接力,几位男子协助救援,在众人的帮助下落水者被拉上了岸。 那位勇敢跳入水中救人的女孩,就是17岁的兴思瑞。据当地人说,事发地点的水深超过两米,在救完人之后,兴思瑞发现落水者没有生命危险,身体也无大碍,于是穿着湿透的衣服,悄然走开。 事后,张云青把兴思瑞救人的照片发到了网上,网友们发起了一场爱心寻找,并成功找到了她。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情,然后我觉得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,遇见这种更多帮助别人的事情,我也肯定会伸出援手。 绑 стала恨很重. 中文字幕——YK